古树民墓被称为绿色的活化石,是悠久历史的见证者,已承载着民众的乡愁情思。 近日,记者走进广西勾业城市柳州,探访跨越百年时空的古树群落。 建于1906年的柳侯公园,位于柳州市最中心的位置,伴随公园建设而种下的树木也已成为拥有百年树林的古树。 柳侯公园自2005年改造以来,新增较多硬化铺装,影响古树的生长。 为了改善古树生长环境,该公园引进双层套筒技术,在有硬化地面的古树根部周围打了多个透气湿肥孔,解决古树透水透气问题,同时促进肥效吸收。 在我们古树周边的一个硬质铺装上面的话,我们是打了很多个漆孔的。 第一个是打了230多个直径为22厘米,孔深2米的透气湿肥孔,同时在孔内插入一根稍小的镀心钢管。 最后用与地面铺装同材质的壁子盖住孔口,这样就不会影响到大家的行走与锻炼,还能通过透气孔给古树施肥。 第二个措施的话,就是在我们的古树周边的铺装周围,打了2000多个透气孔,让它有利于古树的一个健康生长。 而与柳侯公园的古树不同的是,位于利于丰丰锦区的青坛古树,它们的根系从岩壁石缝中生长出来。 经过上百年的生长,古树的树根难以支撑庞大的树干,容易生长倾斜,需要通过人工牵引等系列措施进行保护。 青坛古树比较老,所以它容易倒伏,而且变虫害也严重。 我们加大了全山对古树的安全排查,对古树进行分级保护。 我们的目标就是也要保护古树,也要保护古建筑,所以我们首先是捡斜的位置要支撑,做适当牵引,慢慢进行调节,让古树慢慢的偏离建筑物。 这样既保护了古树,也保护了建筑物。 在柳州市城中区环江村,全长约30公里的环江冰水大道从这里穿过,串联起沿途的132株古龙眼树。 这些栽种在村民房前屋后的古龙眼树,经过百年,已长成两三层龙高。 不少村民将自家的闲置房屋改造成特色民宿对外出租,颇受游客青睐。 环江村通过发展农业观光旅游,将乡村生态建设成果转化为经济优势。 据悉,2022年,大美环江乡村旅游区共接待游客348.9万人次,旅游总消费1.01亿元人民币。 然而,过去由于保护意识不强,部分古树立地条件较差,部分工程施工建设时导致古树根部过度硬化,复土过深,破坏了古树的生长环境。 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就对这个需要保护的87棵古树彻底的整改和破硬化,扩大它的复土面。 我们经过这个两年的观察,这些古树的生长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此外,管理部门与养护单位和个人签订古树养护责任书,确保古树保护和管理无盲区。 为引导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古树民木保护,广西各地组织开展古树民木认养活动。 2022年8月,柳州市林业和园林局将一批具有鲜明特色和代表性的古树民木面向社会公开认养。 截至2022年底,总计有114株古树被任养,民众热爱保护古树民木的社会氛围日渐浓厚。 近年来,广西林业部门在全区开展古树民木破除过度硬化专项政治行动, 在全区范围内抢救富壮数千株古树民木, 为弘扬传承特色生态文化,推动古树民木持续焕发活力。 2022年9月,广西林业局和广西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合下发全区选任乡筹树活动方案, 计划在广西近18万个乡镇驻地自然囤都要选任出一棵乡筹树, 让乡筹树成为留住乡筹,凝聚人心的重要载体。 广西在全国首创开展乡筹树的选任, 这项工作也非常有意义。 我们之前开展的乡筹树的选任, 也得到了全区各个市县象征成庄的一个响应, 现在这项工作也在按照时序推进。 我们计划在今年底完成乡筹树的选任, 通过一系列的措施手段提高全民保护古树民木的意识, 推进生态文明的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